喜欢跟合适要怎么选 喜欢跟合适要怎么选 我觉得合适比较重要 因为你可以喜欢很多人 但是问题是如果 好像你们的兴趣不一样 还是想法不一样 对你们的价值观不一样 就以后会有很多东西 会有很多冲突 可能你现在不会觉得 因为你很恋爱中 但是可能十年后 二十年后 你就会开始觉得 Shit 甚至不应该这样子 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的人很帅呢 如果你喜欢的人很帅呢 你跟他有机会呢 你这个pose 没有我只有pose而已 很难啦 我自己本身觉得很难 对 我觉得喜欢是短暂 对对对 适合是长久 当你喜欢一个人 可能今天你喜欢 明天你可以不喜欢 可是合适的人 很难去找到 一经一合适 明天不合适 我的话 我觉得 也是合适 因为 喜欢 OK 像他说的 喜欢真的可能是 一下子的事情 可能今天他真的很漂亮 然后我很喜欢他 然后我也有机会追到他 可是 假如我们不是合适的 可能我们 可能他的家庭有钱 我的家很没有钱 我们在一起过后 或者说 或者说可能我学历很高 他学历很差 然后我们很难沟通 然后我们在一起过后 就会有很多问题的 对对对 因为 虽然说我还没有结婚 可是 我觉得有结婚的人 都会知道 这个 这个人最后会慢慢 变成你的家人 而不是那个你喜欢的人 那个时候 你们就会有很多问题了 那个结婚的时候的 李金哪里来啊 我跟他聊不来啊 婆媳关系啊 可能你婆婆不喜欢这个人啊 所以我觉得 合适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factor 是我是觉得合适 所以我们四个人 对不对 都是觉得 合适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 喜欢真的是一个短暂 就是我可以喜欢 每一个人 就可是 我可以以朋友的 的喜欢 来喜欢这个人 我可以可能 呃 男女方面的 就是感情的 来喜欢一个人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 短暂的一个事情来的 过程 对对对对 一个过程 但是说 适合真的重要 重要在哪里是因为 我觉得当 呃 你如果不能跟 那个人沟通的话 你不能跟 那个人相处的话 哇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 每天你都会 呃 吵架 你每天都会觉得 哎呦很烦 因为感情上问题 而且这会影响你自己 本身的一个 心灵上的一个问题 诶 诶 诶 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很像 如果 因为他们也有说 就是没有两个人 是完全一样或合适的 对 所以他们也有说 就是你到底 爱不爱对方 够不够爱对方 独去学着合适他 哦就是为了一个人改变 对 可是那个也就是 合适 合适 就是无法喜欢啊 那你是先喜欢才为了 那是喜欢无法合适 对 可是我觉得 改变这个过程就很累 对 对 可是我 可是我 其实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听到你这个 我觉得 这个其实也有一些阶段性的 像我们现在可能二十多岁 可能真的 合适比我们 比较重要一点 听我说 我们老了 哈哈哈哈 没有 我是觉得是戏的问题 每次看戏的时候 他们都是 为了爱情 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 做什么就是 付出不要求回报 做了什么 为了爱情 我可以放下世界 这样 不要看了 小学的时候都看过很多这个 其实我觉得 呃 假如 中学跟高中那妈 有机会谈恋爱对吗 我觉得 呃 可以的话 可能适合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你要真的喜欢过很多类型的 对吗 你才知道自己真正适合什么 所以 在我们还早的时候 就敢敢的去喜欢 因为 呃 那个人说不定 也是真的是适合你的那一个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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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